今天要和大家推介3311 中国建筑 看回业绩 说到去年顺利就叫做增长到1乘3 如果撇除一次性项目的收益 核心盈利都可以按年持平 按年持平大家就可能觉得 会不会一个不是太好的因素 好像没有增长 我们看回新承接工程方面 16年就承接到55项 大约是837亿 当中就看回内地市场占了七成 因为内地市场的增长比较亮点 与其在国内的PPP项目加速之下 3311都会有更快的增长 预计今年的新增合约可以去到900亿 看回前1、2、2个月 新承接项目已经有10项 对比上年55项 都已经是不错 合约今晚有近190亿 更加有潜在的提升空间 现价可以做一个部署 大约14元 目标价去大时代高位 15.5元 指涉价是50天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